今天你们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要提醒大家 现在除了严防武汉肺炎之外 也要注意流感的威胁 疾管署最新公布 国内上周新增了36起的流感病发重症 以及15例的死亡个案 值得注意的是 死者当中年纪最轻的 是一名只有30岁的女性 她发烧两天之后呢 却突然在起身的时候昏倒 宋姨抢救还一度装上了叶克膜 宋姨当天就不幸过世 而本季流感病发重症 截至17号 累计已经有950例 更有90个人不幸死亡 民众等待焦号看诊 寒流发威流感病毒同样不能轻忽 根据机关书统计 国内疫情虽然呈现下降趋势 但依旧处于流行期 光是上周就新增36例流感病发重症 更夺走15人性命 最年轻是30岁 最年长是87岁 这15例都没有接种本季的流感疫苗 那其中15例里面有14例 是本身是有慢性的疾病 从这个发病到死亡的 这个住院的这个期间 大概是平均大概是5天 值得注意的是上周流感死亡个案 最年轻的是一名30岁女性 没有潜在的慢性疾病 她在医院上旬 先是出现发烧 虚弱无力症状 当时没立即就医 两天后突然在起身时昏倒 失去意识 没有呼吸心跳 一度装上液克膜抢救 最后因为脑部严重缺氧 器官衰竭 并发肺炎和心肌炎 送医当天就不幸离世 感染流感之后 并发这些重症的征兆 可能包括就是意识不清 寒液变浓 或者是血痰 胸痛这些情细 那如果感染这个流感之后 一定要是特别注意说 有没有发生这些重症的征兆 机关署监测资料显示 本季流感并发重症 截至17号 累计已经有950例 更有90人因此死亡 而患者几乎都没有接种疫苗 近8成还有慢性病史 提前符合公费施打对象 还是尽快接种 才能有效避免流感威胁 记得综合报道